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剛剛我們有提到外資 現在對台股 都是站在賣方 不過剛剛請教永年哥 為什麼很愛金融股 一直買金融股 當然有原因的 第一個其實美國的金融 你去看美國的金融股 其實表現也不錯 相對比較抗跌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金融業 今年獲利穩健成長 因為去年的5月之前 還有防疫險之亂對不對 所以去年等於金融業 只賺了半年的錢 可是今年是全年都在賺錢 所以當然有差 所以明年的配息 應該會高於今年 所以我們預估明年的殖利率的話 會比現在還高 今年已經比去年好很多了 是 對 明年會更好 明年會更好 所以外資翻多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把這些金控股 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你可以發現 7月份以來 投信不只是外資有買 投信也在買的 你看 一 富邦金 國泰金 然後台新金 新光金 新光金 你看買了12萬張外資 然後永豐金 第一金 合庫金 都一樣 站在賣方的 這外資站在賣方的 只有玉山金 可是他只有賣了8000多張而已 這個國票金賣得更少 只有3600多張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現在外資他們對於金融股 尤其金控股 他們是青賴有家 我們之前也講過了 現在很流行怎麼樣 土洋對坐 只要是土洋合作的股票 大概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你看金控股裡面 除了這三檔之外 其他每一檔都是土洋合作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看 就是這個 富邦金 富邦金 因為上半年它EPS 就已經達到5.95元 創歷史同期的次高 6月份也是已經說是增加了 5月份三大法人合計買到 25.3萬張 不過他要注意的一個技術面 28.3到90.5元之間 有個大量套牢壓力 所以追加的時候 稍微的謹慎一點 要突破這個